洪武25年被朱元璋悉心培养了三十多年的太子朱镖不幸英年早逝 给大明朝的地位传承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后人几乎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 那就是朱镖不死 朱棣绝对没胆子弄什么静难 不过朱老四及其子孙干得还算不错 哪怕是看上去最窝囊的明英宗朱祁镇 人家在土木铺被抓俘虏前也曾三次北伐蒙古 而且还打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尤其是临死前还下诏废除了被朱元璋复兴的人逊恶俗 也算是明朝十六帝中少见的人性光辉 明朝享国276年 其中开国之君朱元璋占了31年 太子朱镖一系占了4年 朱棣及其嫡系子孙把持皇位119年 然后老朱家的地位传承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兴献王朱又元的子孙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并一直走完了大明朝剩下的122年 这个变化让这个立国已经超过150年 但前行的步履依旧矫健的老大帝国 骤然间转入了一条直通深渊的下坡路 哪怕有老天替大明朝开挂 连续降下下延 胡宗宪 海瑞 高拱 张居正 七纪光 李承良 孙承宗 卢相生等数不清的贤臣良将 也无法拉住这辆只管向着那条不归路狂奔的破车 更甭提续命了 为何 当臣子的再给力 但只要皇帝跟你拧着干 那就啥啥都是白扯 朱厚聪 朱仔继 朱义军 朱长落 朱尤孝 朱有俭你瞅瞅朱又元生出来的后代 都是些什么玩意 一 正得十二年 此时居大明朝开国正好一百五十年 离朱有俭上吊那年 也还有一百二十来年的时间 十月 英州 明武宗朱后赵与南范的蒙古达严 韩贝尔之金巴图梦克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一打就是五天 双方加一块将近十万人马 杀得那叫一个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战况最激烈时 连小赵赵自己都成于己线 也就是说 连受到重重保护的皇帝陛下 都差点被蒙古人活捉 荡成肥羊拉回家去过年 但应州不是土木铺 朱后赵亦非朱其阵 这位后来被文官埋态的 比眉球还黑的正德皇帝亲茂史实 始终战斗在一线 据其字数还首任敌军一名 最后打得达严寒大败而逃 因为文官士大夫不待见这位 以荒唐著称的皇帝 所以好好的一个应州大捷 在他们的笔下被描绘成了 规模大了点的村斗 宣称是一野 斩鲁首十六级 而我军者五十二人 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 可怎么解释在这一仗中 还生龙活虎的达严寒 两个月后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战斗激烈到 连这位蒙古大汗都弄了一身的伤 最终死于伤口感染 而根据后人估算 在此战中蒙古人仅是当场战死的 就超过了万人 以至于连英国佬都看不下去了 跳出来替背自己同胞黑城眉球的 诸后照明渊教区 这实际上是十六世纪 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 而皇帝亲临战场 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开国一百五十年还能如此抱走强大外敌的 除了汉唐以及清朝也就是大明了 事实上朱棣的嫡系子孙文质先不说 武功都不差朱瞻基曾三次寻边 还跟物两哈布打过一架 朱祁镇虽然在土木铺栽了个大跟头 但无论是三次北伐还是陆川之义都打得可圈可点 朱建森不但搞过一回成化离亭 对蒙古的搜套之战和在西南征讨都长满 对于稳定大明朝的国防安全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再加上朱后照 可以说除了在位时间太过短暂的朱高赤 和极端和平爱好者朱又棠 朱棣的嫡系子孙就没一个好惹的 然而就在朱后照 把蒙古人揍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的 仅仅三十多年后 打言喊的孙子安搭 就率大军把大明朝的京师给围了 而自开国以来 一直撵着蒙古人屁股跑的明君 居然被吓得躲在高高的城墙后面 不敢露头 更别说出城迎战了 猫在城里的皇帝和大臣们紧急开会响折 最终得出的结论 官面上的说法是固守待员 实际上打的算盘 就是放着矮搭在城外烧杀劫掠 反正蒙古人又没打算改朝换代 人家就是为求财来的 等到他们杀够抢够了 自然会撤兵回家 所以咱们召骂集 至于城外及周边地区 几十 上百万百姓的生死安危 官城里的大佬也什么事 最后矮搭在北京城外 痛痛快快地又杀又抢了足足八天 撑得直翻百眼 这才洋洋得意地 在这抢来的无数财货和男女满载而归 诸州献报所残略人畜二百万 宣大总兵筹链率军尾随 企图偷袭调队的蒙古兵邀功 谁知矮搭闻讯后 刚想整队回头迎击 明君就被吓得不战自愧 因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 连仇鸾都因为跑昏头 差点被抓了俘虏 要是朱棣权下有之 恐怕会被气得再驾崩一回 而这出丑态百出的闹剧 正是嘉靖皇帝朱厚聪导演出来的 而这祸 已经是朱又元的诸多不孝子孙中 最能拿得出手来的一个了 所以自打朱又元一戏霸占了皇位 大明朝的最终亡调 就已经是注定的结局了 二 成化十一年 朱建申策立当时唯一的儿子朱又棠 为太子 而转过年来 陈飞少士就又给他生下了个大胖小子 这个名叫朱又元的儿子 似乎一下子改变了朱建申 一直以来生儿子 超级费劲的坏运气 结果就是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一口气又生下了十个代把儿的 这下大明朝不愁接班人危机了 可另一个问题也浮现了出来 既然朱建申不缺儿子了 那么朱又棠的价值也就大幅缩水 愈发的不受待见了 为啥 因为朱又棠的生母 淑妃济氏不但出身寒威 而且还是个在大明朝备受歧视的蛮女 所以朱建申连带着对这个混血儿子 也看不顺眼 再加上他最爱的万贵妃跟济氏有救援 所以这两口子就一致认为 大明朝到了该换个太子的时候了 换谁呢 既然老大不忠当然就轮到老二上位了 成化二十一年朱建申准备下召废朱又棠 侧朱又圆 但举朝上下一致反对废长李佑 赶巧又碰上了泰山地震 青天间的官员便一口咬定 是皇帝倒行逆施 触怒了老天 这才降下灾祸 洪志七年就翻湖广安禄州 正得十四年 轰 享年四十四岁 或嗜好献 所以我们习惯称呼他为星献王 朱又圆的一生平淡无奇 除了被动地参与了一回争处外 再无值得一体之处 然而就像他的出生神奇地逆转了朱建申 生不出儿子的困境一样 他的死亡 也让那个曾看起来 比月亮还遥远的皇位 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起来了 当然 伸手就能够得着 那张宝座的不是死鬼朱又圆 而是他的宝贝儿子朱厚聪 正得十六年三月十四 朱厚照阴南巡石 落水染疾终于不治 享年三十一岁 更要命的是 这位正德皇帝生前没有留下一个子嗣 而他的老爹朱又棠 则因为爱情 一辈子除了张皇后外 不纳妃嫔 所以小赵赵也没有兄弟 这下大明朝的皇帝 就没有名正言顺地接班人选了 只能从亲戚中拉撞钉 按照先亲后书的原则 排在首位的热门人选 就是继承了朱又圆 兴王爵位的朱厚聪 所以在朱厚照驾崩当天 内阁首府杨廷和请张太后下一职 正式宣布朱厚聪 为大明朝第十一任皇帝 从朱厚聪开始直到朱有检 大明朝的最后六任皇帝 都是朱又圆的子孙 三 西汉自开国以来就国力强盛 武德充沛 但从汉城帝刘傲 就死活生不出儿子 这就导致汉帝的人选被外戚把持 成了被人家随意摆弄的傀儡 直到最终被往往窜掉 而东汉十四帝中 从第五任的刘龙开始 直到被曹魏窜掉的刘邪 整整十个皇帝中 就刘护和刘洪生下过儿子 剩下的只能重蹈西汉富哲 眼睁睁地看着外戚 宦官和世家成为刘氏江山的真正主宰者 另一个生儿子费尽的朝代 是宋朝累计十八帝中 有七个生不出儿子 不过看起来各个都像面瓜的宋帝 其实沾上毛笔猴都精 大多在生前就早早定好了皇储 让在一帮虎视眈眈的文官士大夫们完全无击可成 明朝的诸家皇帝繁衍后代的能力一直还算不错 这回终于有个诸后照现了眼 一直跟皇帝关系恶劣的大明文官们 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所以在诸后冲从安禄往北京狂奔的三十七天里 暂涉朝政的杨廷和大刀阔府的禁费政的新政 还当头给了兴冲冲跑来上岗的新皇帝一记下马威 老杨要求小猪先入孝宗寺 在继承大统 啥意思呢 就是诸后冲必须任朱又棠当亲爹 否则就不能登基为帝 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您哪 幸亏朱又元生出来的儿子是朱后冲 而非朱仔继 朱义军 朱有捡啥的 否则大明朝从此走上东西汉的老路 也是未可知的事 这不是说朱后冲有多厉害 论起当皇帝的大智慧来 别说跟开国两足比 就连比较拉胯的朱祁镇和朱后赵 也能甩他几条街 但要论起小聪明 就算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复生 也得对朱后冲甘拜下风 所以朱后冲一眼就看出了 杨廷和瑟利内人的本质 毕竟文官集团要的又不是改朝换代 他们就是想吓唬住新皇帝 让他乖乖地垂拱而至 把天下大事统统交给文官治理而已 所以朱后冲根本不处 强硬地表示一照以我四皇帝位 非皇子也并拒绝了礼部的方案 而是直接改为在郊外登基 从而占据了主动 随即朱后冲下诏曰 奉皇兄一命入奉宗挑 这下连杨廷和替他准备好的年号少制 都没法用下去了 直接改元家境 所谓少制 暗喻对朱又棠血统和正统的继承 朱后冲岂能让他们如意 在朱后冲其实毫无底气地步步紧逼下 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一退再退 使其彻底看透了这帮看起来 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的虚弱本质 所以在即位以后 他肆无忌惮地掀起大礼仪之争 并毫不客气地将杨廷 毛诚等不听话的文官首脑 统统踢出朝廷 这下小阁老杨慎不干了 嚷嚷着国家仰氏百五十年 仗劫死役 正在今日领着两百多个官员 跑到左顺门抗议 朱后冲一毫不妥协 下令停仗一百八十多人 还不小心打死了十七个 一场历时二十多年的大礼仪下来 朱后冲彻底坐稳了皇位 但也使得大明朝原本就不咋地的 君臣关系彻底破裂 自此中职之辈纷纷隐退离朝 只剩下贪权牟利之徒 充斥朝堂 严松 徐杰等重臣 大肆结党营私 立志彻底败坏 愈发不可救药 大明国是随之江河日下 外有蒙古 倭寇肆肆虐 内有高门豪族兼并土地人口 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个火星子就能引燃燎原大火 对此 朱后冲知不知道 也许知道 也许不知道 但肯定没人跟他说过 整整家境四十五年间 唯有一个海瑞敢喊出 盖天下之人 不知陛下久已这样一句大实话 扒掉了那件人人皆知 但君闭口不言的皇帝的新衣 这也是朱后冲虽然差点被海瑞气死 但却一直不肯将其一刀砍死的原因吧 四 朱后冲虽然不是个好皇帝 但起码头脑很清醒 知道自己不对 只是不想改而已 而朱又元的其余子孙捆一块还不如个朱后冲 朱宰记在能力上叫他老子差了十倍百倍 但起码遗传了头脑清醒的优点 他知道自己不行 那就不强行加戏 主动将主角的位置让给能行的人 而且傻人有傻福 高拱和张居正横空出世 一度力挽狂澜 让大明朝有了中兴的势头 而朱宰记只需负责在皇宫里傻玩傻乐就行了 可惜上天不佑 朱宰记仅仅傻玩傻乐了六年 就把自己给弄崩了 试想要是这丝没死那么早 高拱也不至于早早被碾下台 张居正更不至于独孤求败到了想上天的地步 如此一来 龙庆新政 要是能再多延续个十年 二十年 大明朝的历史会不会改写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朱宰记的早逝让大明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复兴的机会 朱又元的子孙自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因为朱义军这祸要出场了 成书于乾隆四年的明史 在回顾明王之成因时 曾非常客观的盖棺定论道 故论者为明之王 实王于神宗 岂不量于为啥这么说 因为这位万里皇帝既无朱后聪的权谋手腕 也没有朱宰记清醒的头脑 却全盘继承了他们毫无责任心 任性胡为的劣根性 大明朝落到这样的皇帝手里 不完蛋就是活见鬼了 自从这祸亲政以后 就将张居正的所有旧政统统废掉 一切都按照圣意推导重来 可问题是想揽瓷器活 你也得有金刚钻啊 在朱又元的子孙中 也就朱后聪可能有这玩意 人家还懒得用 朱义军有啥 就有一脑袋江湖 所以他勤政了三年多 就把国师弄成一团糟 搞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对此朱义军非但没认识到自己不行 反而认为朝政混乱 都是大臣们跟他对着干的结果 反正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 就是跟朕没关系 所以朱义军要报复 而他报复大臣的办法 就是把自己关在内宫 不理政 不骄 不妙 不朝 不见 不批 不讲 而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了近三十五年之久 在这三十多年里 大明朝的亿万子民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皇帝 哪怕是贵为内阁福宰 大多都没见过他们的陛下 长得是一副啥模样 这还能有个好 不过历代文官士大夫 不是一直追求圣天子垂拱而至 然后由他们充当制使兴国的大九星吗 现在朱义军自动躺平了 岂不是正如了他们的意 可问题是朱义军捏坏 别忘了前边提到他的七部原则中可有个不批 啥意思呢 就是有官员挂掉 辞职 制使或丁优守志去了 职务出现了空缺 内阁推荐的接替人选 人家一概不搭理 皇帝不签字 新官就没法上任 这样的状况一口气持续了三十来年 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明朝几乎就没剩下几个官 各级官府差不多都可以官门歇业了 金吏部上书缺已三年 左都御史亦缺一年 行 公二部仅以一侍郎监理 大司马既久再告 而左 右司马亦未有待溃者 礼部只一侍郎 李廷基 金亦再告 户部只有一上书 盖总及布远堂上官共三十一元 见缺二十四元 其久住门击者尚不在树内 不 四大辽十缺六 七 封县种地空暑数年 六颗只存四人 十三道只存五人 名神宗石鹿 卷419万里34年 这下从皇帝到大臣统统垂拱而至了 大明朝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提前好几百年就全盘掌握了无人驾驶技术 问题是大明朝这台本就浑身毛病的老爷车 在有人掌舵时尚且跑得七扭八歪 现在松开了方向盘 不歪到姥姥家或一头栽进沟里 那才真是活见鬼了 至此大明已经沦为了小明 继而退化成小蒙 还怎么就要 可能有人会拿万里三大针驳斥这一观点 事实上那三场仗之所以能打赢 完全是在吃张居正的老本 等老本吃完了满洲人立马就用一场萨尔虎之战 让朱义军治下的大明朝原形毕露 从此再也摆脱不掉被人家按着打的下场 朱义军一死 继位的朱长诺立马宣布赶紧增补官缺 让每个坑里起码能蹲上一个萝卜 就这个在我们看起来早就该办的事 却把当时朝廷里还剩下的三瓜俩枣的官员感动得抱头痛哭 高呼陛下是明君 大明有救了 可见这个朝廷已经被祸祸成什么样子了 只可惜朱长诺这个明君指明了不到一个月就挂掉了 所以大明朝实际上还是没有明君 依然没救 所以我们又能给明王找到个理由 那就是朱载记和朱长诺死得太早 而朱义军活得太长 而且朱长诺般的朱油孝文化程度很低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文盲 便学他太爷爷朱载记搞垂拱而至 可问题是朱载记不管是 还有高拱和张居正帮他操办朱油孝能托付谁 只剩下个半文盲魏忠贤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哪朝哪代能靠个太监来逆天改命的 没有 所以魏忠贤也不行 再然后就是朱油简了 不过在他身上 源自朱又元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使得这位崇祯皇帝在责任心上不但强爷圣祖 满大明朝都不一定有哪个皇帝敢说比他强 可这又有什么用 星宪王一系能力平庸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所以朱油简面对危局所能做的除了没完没了的下罪己诏 就是操起刀子杀杀杀 直到把有点能耐的臣子都杀光了 大明朝也该亡了 五 因为朱又元的一生平平无奇 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这位星宪王的兴趣爱好 但从他子孙的表现上 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丝定然是一身恶痞 为啥 因为从朱后聪到朱油简 朱又元的直系子孙几乎个个都是怪胎 先说朱后聪 这位嘉靖皇帝的怪痞有三 其一是暴力多疑 草间人命 对宫人动辄打杀 仅有记载无故遭杖毙者就达两百多人 最后把宫里的小姐姐们惹急了 决定死里求活 遂于嘉靖二十一年引爆人营宫变 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 呈朱后聪熟睡之际 试图用皇陵布把她勒死 结果小姐姐们杀人的手艺不行 竟然给套索打了死结 眼看乐不死皇帝 他们手忙脚乱中又拿钗子 簪子什么的一顿乱捅 把朱后聪捅得浑身是眼 变成了个血葫芦 这一世君大案的结果 是涉事宫女以及曹端飞 王宁品都被凌迟处死 但最大的影响 则是吓得朱后聪搬去了西院 再也不敢在紫禁城中居住 而且除了几个阁臣外 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布里朝政 也不见外臣 那他拿着大把的时间干嘛 答案是修道生仙 朱后聪不但坚信自己能成仙 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起修仙 而帮他炼丹的道士 邵元杰被授官礼部尚书 另一个活更好的陶仲文 干脆一人兼领三姑 忠明氏 为仲文而已 内阁大学士 从夏延到延松再到徐坚 谁的轻辞写的能让皇帝最满意 谁就能当上首府 朝廷太仓年入两百万两 而仅朱后聪一年下来 修道所需的耗费 就超过了三百万两 可想而知 为啥大明朝的国士 自家境年间开始 就成老太太过年了吧 而朱后聪的第三个爱好 就比较亲民了 比如我也有 那就是撸猫 只不过人家皇帝家的猫 就比较高端 比如你夸我家猫 我顶多给你点个赞 但人家汉林学士原委 给朱后聪的爱猫双眉 写了篇上家的记文 就得受礼部上书 还当上了大学士 而朱后聪的儿子朱宰记 对他老子的癖好 一概毫无兴趣 这位龙庆皇帝 平生就好一样漂亮妹子 为此这位把国事 统统交给高拱和张居正 自己一概不管的皇帝 一旦亲自下达上誉 基本都是找礼部上书高仪 让老高赶紧去给自己选妹子 而且必须是大把的妹子 翻开明目宗实录 像是玉礼部历选民间女子 年十一以上 十六以下者 三百人之类的记载 简直是比比皆是 而且还挑食这次选了 北国胭脂 下回就得换南方嘉丽 反正大明朝那么大 哪地方的他都要尝尝先 因为朱宰记选美选的太过频繁 以至于还以讹传讹 闹出过不大不小的乱子 龙庆元年十二月 江南一带民间讹延选工人 女子十二三以上 婚嫁殆尽 虽患家往往摇动 途中叫相接 贫不能吝叫 则徒不头绪 为聘者无暇采责 写云美逸工人 另一寡妇伴之 皆民远以诱惑 关玉进寓以为时 次年二月使息 不过别看选得多 朱宰记可半点不浪费 整天穿梭于后宫家里间 心情耕耘 其敬业程度 连他的妃嫔都敬佩不已 还给他起了个花名 叫后宫小蜜蜂 但这么个敬业法 神仙也扛不住 所以仅仅六年之后 朱宰记就挂掉了 死因也很合理 那就是纵欲过度 正如前文所言 要是这祸能稍稍克制一下 多活几年 没准大明朝 还能起死回生呢 万历皇帝朱义军 有两大恶癖 一约懒惰 二约贪财 都堪称是登风造极到了 别说跟同朝皇帝比 就算是古往今来 也没几位同行 敢跟他相提并论的地步 因为太懒 所以三十多年不理朝政 不见外臣 除了朱义军 古今中外 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因为太贪 所以他派出大量的宦官 吩咐全国各地担任 矿奸税时 疯狂地掠夺民财 这些宦官通过贿赂上司 获得矿奸税 使这样的肥差后 到地方采用诬陷罪名 挟持亲属 严刑拷打等非法 且恶劣的手段 逼迫百姓附户 甚至官身君族缴纳财产 所获得的巨量财富 绝大部分都被他们自己摊掉了 据后人统计 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 矿奸税史向国库上缴银 不足三百万两 私自截流所得 则仅十倍于此 朱义军对此不闻不问 任何建议撤销矿奸税史的大臣 都会遭到他的严厉打击 这就导致烟患之祸 愈演愈烈 不但给励志 民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对明朝的国防形势影响尤为显著 比如云南矿水保井内奸杨荣大肆掠财 为此仗死官员百姓数千人 逼得大量吐司弃名投免 不但使得明朝的权威 在西南边境地区遗落千丈 而且因此失去了大量的领土 在辽东则有高怀乱辽 区区一个宦官高怀 就引发辽东树起兵变 更逼得辽东汉民 少壮强勇之夫 王入建州十四五 故在当时辽东人对朝廷有四大恨 日益离心 起码半数拜高怀所赐 当然也有该对高怀感激涕零的 比如说努尔哈赤 明光宗朱长落 虽然就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但话题也不少 我们都知道他是死于红丸案 可朱长落为啥要吃红丸 当然是因为病了 可他为马病的 答案是随了爷爷朱仔继 吉登吉 贵妃晋美女士帝 为十日 帝患病朱长落这个可怜孩子 整辈子都被他那个混账爹 虐得生不如死 喘口大气都罪大恶极 成天过得战战兢兢 这下自己终于能做主了 还不得往死里放飞自我 把过去亏欠的都补上 结果一不小心完大了 把自己弄隔屁了 剩下那俩 朱油笑酷爱木匠活 爱看傀儡戏 喜欢搞鸡 因为没文化 所以痛恨一切正经人和正经事 他兄弟朱油俭则是受迫害妄想症的重症患者 不但整天怀疑总有刁民想害症 还动不动就爱自虐般的跑去向他的天爷老子忏悔 反正把自己弄得老悲情了 到今天还有人动不动就为其撒下一把心酸泪 一个没头脑 一个不高兴 大明朝就终结在了这兄弟俩手里 你看看 朱油元的子孙里边有个像样的货色吗 挫子里边拔大哥 朱厚葱算是朱油元一戏中脑子最好使的 可就连他都不得不承认自家的血统就是不行 连隔壁亲戚里边最荒唐 最差劲的都比不了 黄高祖烤碎一群鞭 黄兄义胜微远振笔 乃金内米其 外贼武 可恺